好,我们就来到Best Buy,来看看美国的电脑产,究竟是什么样的吧?走着,Best Buy在过去十年应该是美国非常火的线下售卖电子商品的地方了,但现在大部分的产业都转到线上了,你看一进来就是这个样子的,像一个仓储式的那种超市一样,这里有一些安全防盗系统,这种摄像头,一个是64美元,那这种手机壳超级贵,你看一个手机壳怎么能卖到65美金? 说实话,他们的防盗系统还是挺多的,这里面全都是,因为在美国没有这种安保人员,这种社区,所以说大家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在门口安一个这种摄像头 Best Buy不仅卖这么小的电器,还要卖一些大电器,比如说你的洗衣机烘干机,还有烤箱之类的,这旁边是冰箱啊,冰箱3000块钱这一个,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小的家用电器,比如说烤箱还有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便宜,五六十块钱,但这种小烤箱稍微要贵一点,两百多块钱一个,那这里还割着过来的烤箱啊,那就是我走进了家用电器市场了,那这里就是很传统的苹果区域了,听说苹果的电脑最近在打折,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好的折,基本是原价, 哦,这里是外星人电脑,怎么外星人电脑这么普通的吗,这么低调,原来不是超级高的吗,1600美金左右,这里是普通的家用电脑了,惠普还有戴尔都有,这惠普的游戏本是1700块钱,哎,国产联想在美国还是有一定市场的,说联想的Yoga系列在美国还卖挺贵的, 1400美金,哦,这不是华硕的涨机吗,这里卖多少钱啊,可以看到这里的电脑都是一体型,没有自己主状这种说法,哦,这也是专门的游戏配件区域,电脑游戏的配件区域,这里还要卖很多一些这种开过箱的,别人退货的一些东西,就以便宜的价格卖出来,哦,现在到了PS5区域了,全是PS5的游戏,接下来这个角度全都是电视机了,各种各样的材料,对啊,这里, 有手买,电视机的天花板应该还是索尼吧,现在,但是索尼的价格确实 高的离谱,然后旁边是三星的,三星的价格仅次于索尼,哦,这里有一些大价的无人机了,大家不是在美国咋是近的吗,还是有卖的,这270块钱这个小摄像机,这种是 1700块钱,这个是1400块钱,那这是GoPro,哇,GoPro这种全体相机好大一个,然后发现GoPro的配件 简直贵的离谱,这个防空水壳50美金,这个松带是40美金,那这里还有些老的GoPro,GoPro第10代250美金,然后这种开过箱的也要220,好了好了,我们大概逛完呢,你们大家觉得美国这个电脑城怎么样呢,下次再见吧,拜拜。 拜拜。